大家好,我們是SHE 現在要介紹的這支MV呢 是沿海公路的出口 在我們專輯裡面是一首非常動聽 很多人都很喜歡的一首情歌 非常悲傷的情歌 那在MV呢,可能很多人都看過啦 女主角就是誰呢? 不是彭音樂呢?是Ella 彭音樂是男主角啊 對,女主角就是Ella 然後我們特別請來了彭音樂 然後跟Ella一起演對手戲 那我這邊有一個問題想要問Ella 因為我看過初剪的MV 然後我也看過電視上打廣告 有一幕不是妳知道她女朋友 就是坐在她背上嘛,然後她再走 然後妳就跳下來,然後說掰掰這樣 想說三人型太直了 然後下一秒鐘妳就在海邊 然後就這樣原本在那邊很落寞的走 然後還看到有人在玩那個沖浪板 這樣就哭了 然後他們好像把沖浪板折成涼拌 是因為他們沖浪板弄壞了 所以... 可是妳的情緒外面也太激動了吧 是嗎? 對,為什麼要哭成這樣? 那妳不告訴我為什麼嗎? 我真心的想知道 沿海公路大解答 答案是 她以為彭于怨死了 因為她看到浪板 就是海邊什麼都沒有人 然後怎麼一群人聚在那邊 然後一直對著海邊張望 然後原來是因為有一個浪板 壞了,折壞 然後我想說是不是有人發生意外 然後我想說 是不是有人發生意外 該不會就是彭于怨吧 該不會就是我姓妹吧 然後我就去看 然後結果沒想到 她就站在我後面 我覺得那一幕其實有點小搞笑 就是妳白哭了一場 然後結果後來 彭于怨就在妳身後這樣叫妳 其實沒有吧 因為這個MV本來導演 她是想了一個 勝利死別的劇本 可是公司覺得 沒有到那麼嚴重的那種感想 因為 沿海公路出口這首歌 它是敘述一段沒有結果的愛情 並不是說勝利死別那種 所以她鋪陳沒有鋪陳的那麼長 原本可能會剪得比較碎 其實她是想要淡一點 然後導致我看的時候就覺得 是因為浪板破掉妳在哭 其實我那時候第一次看到 我也有這個疑問 然後也是同事告訴我才知道 我覺得很好笑 觀眾朋友應該也是有這個疑問 謝謝Selina 替我們提出這個問題 也謝謝Ella幫我們解答 那妳們還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了 為什麼妳那麼會演戲 為什麼妳哭戲可以哭得 這麼動人動容令人動容 然後演戲這麼自然 真的好會演喔 歌迷的期待真的是不會讓大家失望 真的是拍了讓大家覺得很好 謝謝 那我真的覺得 其實當藝人就是比較可憐 就是要販賣自己的情感 販賣自己的感情 然後我就是掏空我自己 不是掏空 掏我心底最深層痛 傷痛 然後想想回想 然後再一次讓自己受傷 然後就哭泣了 那我那次想的是什麼 就是想我們家阿強離開我的那一天 我竟然不在他身邊 碰著他的臉 他在啊 你在啊 沒有後來我就去揍飛機了 對啊 現在SHE要出考題來考好大家了 嗯 就是在沿海公路的出口 這一支MV裡面 跟我們Ella 成為女主角 演對上戲的是哪一位男生 是舞的嗎 呢呢呢呢呢呢呢 啊 嗯 對阿強